8月12日 梁朝伟被传与25岁女演员程骁尤染 不过 两个人否认传闻后 梁朝伟有私生子的传闻不但没有被辟谣 反而持续发酵 甚至还有人把目光集中在与梁朝伟关系不错的董洁身上 猜测他的儿子丁丁 可能就是大家传闻中的主角 网友们看到这一幕纷纷大呼 董洁藏得太深了 董洁于2003年加入梁朝伟旗下的香港泽东电影公司 两个人还合作过电影《2046》 此后 董洁与梁朝伟的关系备受关注 两个人从2007年起就一直有亲密传闻 此前有网友透露 梁朝伟入住豪华酒店时 董洁总是会晚10分钟到达 直奔梁朝伟的房间 每次董洁出现 他的包袱都很少 似乎就是为了试探梁朝伟而来 这引发了人们对两个人关系的广泛猜测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似乎证实了大家的猜测 2009年 梁朝伟在一家高档商场购买昂贵的珠宝 记者拍照发现 钻石手镯上有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 治我的爱 外界一度猜测这是送给刘嘉玲的礼物 没想到 仅仅几天以后 董洁就高调地带着那只手链 仿佛在表明他与梁朝伟的亲密关系 为了庆祝梁朝伟45岁生日 董洁特意取消了行程 从海外飞回 提前赶赴现场 准备生日庆祝活动 他精心准备的蛋糕和亲密的举动引人注目 仿佛她是宴会上唯一的女性 所有者 虽然刘嘉玲也出席了这次活动 但她和董洁的对峙被多家媒体捕捉到 气氛显得尴尬 这一系列的质疑足以让外界认为 董洁和梁朝伟之间的关系不一样 但奇怪的是 做了这些事之后 董洁很快就和演员潘岳明结婚了 梁朝伟也很快就和刘嘉玲结婚了 一方面 各方猜测 董洁仓促结婚是为了掩盖梁朝伟的丑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猜测渐渐消失在公众事业中 自《私生子》传闻被揭露以后 董洁经常出现在日本的住宅区 结合她之前和梁朝伟的绯闻 有消息称 她和梁朝伟可能在日本有一个私生子 或者可能有一个长得很像梁朝伟的丁丁 梁朝伟的私生子 虽然后来梁朝伟否认了这一传闻 但她长期不肯辟谣的立场仍然仍然怀疑 事实上 董洁和梁朝伟的关系 已经名存实亡很多年了 董洁这几年去日本 很可能是因为工作需要 而不是照顾梁朝伟的私生子 他们之间的传闻或许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2005年 董洁在合作中与潘岳明相恋 并与童年闪婚 潘岳明又帅又有钱 又显得善解人意 更懂得董洁的理想伴侣 结婚以后 潘岳明非常喜欢董洁 宠物但好消息并没有持续多久 2009年 潘岳明突然遭遇车祸 董洁守在病床旁一百多天 悉心照顾 潘岳明在节目中也认为董洁是最好的妻子 能够嫁给董洁是他的幸运 两个人此时是多么相爱 分手时又是多么的尴尬 2010年 董洁与王大志合作电视剧《请你原谅我》 不久后 两个人被拍到在酒店里肉吻 王大志长相普通 曾被不少女明星拒绝向他表白 没想到 他最终赢得了董洁的青睐 当董洁准发与潘岳明庆祝结婚纪念日的微博时 他却说 明年就该养了 引发不少粉丝质疑两个人的婚姻 为了塑造自己的受害者形象 董洁声称潘岳明沉迷于赌博和家庭暴力 还附上了自己很多长相女性化的照片来宣传这一事件 此时舆论铺天盖地地谴责潘岳明 这让他感到尴尬 直到2013年 董洁和王大志的吻戏被曝光以后 大家才意识到 是董洁先出轨 把脏水全倒到潘岳明身上 结果 本应受到众人谴责的王大志 却卷头承认自己是受董洁指使的 潘岳明说 我一生都在赌这个家 但我赌输了 两个人离婚后 董洁一直没有让潘岳明见到儿子 八年来 潘岳明只能在微博上远程祝儿子生日快乐 自己却没有拍一张近照 连爷爷都想见孙子最后一面 都被董洁拒绝了 这段看似甜蜜的婚姻最终因董洁的背叛而结束 经历了种种事情以后 董洁把儿子当作是救命稻草 精心呵护 同时 他也流露出对儿子变态的母爱 虽然工作很忙 但是他很担心儿子的生活和学习 家里有爷爷奶奶帮忙看孩子 虽然父亲不在身边 但一家人似乎过着幸福的生活 更让人震惊的是董洁和丁丁在餐厅里的一幕 董洁因为丁丁对他不够重视而发脾气 丁丁抱着他的亲脸颊亲吻道说 宝贝 爸爸爱你 对此董洁并没有纠正他 这句话倒是让他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这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母子互动 自从离婚以后 董洁就对潘岳明非常排斥 他不允许儿子见到他的父亲 生日那天潘岳明只能通过微博 表达对父亲的思念 丁丁还会偷偷地用妈妈的手机 搜索爸爸的信息 可见他也想爸爸 缺乏和事伴侣的董洁 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 儿子是他可以信任的人 他太爱儿子了 却也会因为一些小事严厉地批评他 他渴望得到儿子的关注 在他面前扮演情人的角色 这让他不高兴 很少有网友认为两个人关系不健康 此外 他们还晒出了董洁与儿子的合影 董洁表示当他拍这组照片时 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恋爱中的小女孩 为爱情痴迷 以后 他会把这些照片拿出来和儿子分享 与新娘相比 爱的话充分体现了他扭曲的感情和对儿子的依赖 其实董洁的问题就在于聚婴心态 聚婴心态让人非常以自我为中心 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他把离婚归咎于前夫 不让儿子见父亲 这显示了他的自我 同时他过于信任儿子 将儿子视为获得安全感和依赖感的对象 对于董洁来说 儿子是他一生的救赎 但他是在表达爱意时缺乏分寸 引发了外界的批评 作为母亲 他必须学会平衡自己的需求和他人的感受 也让儿子有正常的成长过程 包括与父亲保持联系 多与其他孩子玩耍 董洁和丁丁的母子关系受到广泛关注 不仅因为两个人经常出现在公众场合 还因为这与董洁婚姻的破裂密不可分 虽然他选择远离喧嚣 独自带着儿子回到家乡 但儿子在他心里已经完全取代了丈夫 成为他生活中唯一的依靠 他把全部的爱和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孩子身上 却因为过度依赖而失去平衡 我们不应该仅仅从母亲的角度来评判这段母子关系 而应该理解董洁的经历给他造成的伤害 他是一位非常爱孩子的母亲 但是他缺乏表达爱的方式 假以时日 他一定会学会给予孩子正常的照顾 让他健康成长 我们不能对他太严厉 而是给他时间和空间 让母子最终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传闻他月明的儿子是梁朝伟的儿子 这其实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 不管这个传闻是真是假 我们作为观众都应该保护好孩子 不让其留下重大的心理伤害 无论董洁和梁朝伟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 在他们澄清之前 我们都应该保持沉默 以免让这些被不实的谣言所困扰 希望董洁能够尽快认清现实 让丁丁能够联系到他的父亲 我们下期见